太疼了吧 啊!!! 太疼了吧 這邊就是這樣子玩水就好 對啊 我們要被吸進去 又來到烙野海的你也能到的一日秘境 今天一樣要去玩水 這就是一個玩水的頻道 今天要去的地方呢 我很喜歡 人很少 通常很少 然後 其實我覺得它很棒 你只要有一個高底盤的四驅車 就可以開到西的旁邊 可是很少人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好到 對 今天要去 那你就要去 這個是老七家吊橋 然後天氣好的時候拍照 非常漂亮 這個老七家呢 除了這個西邊可以玩 這個吊橋很美以外 還有 台灣現在現存 最完整的石板舞曲 那我跟那個導覽人員 約在這個停車場 地理部落文化祭事廣場 對 通常導覽都會約在這裡 那他跟我說 我要買那個 米酒跟檳榔才能上去 這輩子第一次買檳榔 就獻給這次了 哦 我要 要 要學習他們的儀式 對 要敬畏一下主力 好 今天還有約了一些朋友 因為要上去呢 你的車子要高一點 可以約他們的接駁啦 可是我們今天打算自己開 自己的車上去 所以約了一些 車子比較厲害的朋友 走啦 嘿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德力卡夥伴 Petty跟Jenny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 一個JESCO 女子傳體 Ama Queen 怪怪的 而且你們沒有講好 都穿差不多 對啊 顏氏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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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來了一個禮服 顏氏夫妻 你給我出道的禮服 雨哥 哇 好開心哦 兩台車 這個路 這個路啊 好開心哦 走開玩笑 去 하나� 快了 我們到老親家了 還沒啊 吊橋而已 這個吊橋很漂亮 不管是從橋下看還是在橋上看 我們都叫這個橋叫紅橋 欄杆是紅的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打覽員 叫淑美 大家都叫陳老師 陳老師好 老師剛剛說 這個橋啊 以前就分隔兩個部落 這是莉里 然後那裡是七家部落 這裡會面的地方叫做什麼 這叫 老師哪有那麼誇張 會面的地方 你看橋旁邊有一條路喔 高底盤市區等一下 從那邊下去玩 我們想來這裡很久喔 那條路一直攤掉 今年終於怎麼樣 完美 攤了以後又會把它弄好 上次來就是攤了 好棒喔 終於可以下去了 等了好久喔 好想玩水啊 沒有人的地方玩水 好啦 陳老師在等我們了 我們台灣族也有亞當跟夏娃子們來的 太陽神下了兩個蛋 在桃旺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太陽 喔 太陽 沒有桃旺的意象 然後派百步蛇去守護 所以百步蛇在我們這邊 他是守護一下 桃旺裡面孵出來的就是我們的 以前亞當和夏娃 現在 老七家吊橋這邊了解一下 這個橋的那個什麼 歷史啊 典故然後上面有一些提字 之後 我們就要去 去石板 GO 繼續走囉 這裡路蠻爛的 對 我們到了 車子要停這裡 來這裡 雙證件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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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有這個通關 通關的雙證件 才可以進行 跟武林報告一下 有外地人過來 連通一下 喔 開門了 到石板屋啦 村落的感覺就很有電影感耶 很像有什麼 像那個賽德克白 拿著長矛出來 或是獵槍 喔 剛打獵回來 老七家最早的文字紀錄 要說到17世紀的在台日本學者 中村孝志 他被稱為 荷蘭巨台史的開拓者 書版的著作 記載了1647年 老七家石板無聚落的戶口數 有314人和75戶 將近400年後的今日 還保存了快50戶的數量 是台灣保留最完整的石板屋群 在2009年有入選 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喔 建造的主要建材石板 需要徒步兩個小時到山下的溪流 才時常取得 移動石板屋要用5萬片的石板 才能蓋好 側墻是疊氣而成 由大而小由下而上 墻後會來到60到90公分 這石板屋通常會 前面比較長後面比較短的配置 大概是3比2的比例 難怪他們說 住起來冬暖夏涼呢 除了主要沉重的側墻 屋內還有一個祖林柱做支撐 它是埋在生土裡 像這一個戶已經不在了 只剩下一點牆壁 但它的祖林柱還是屹立不搖 屋頂上放了許多的西白石 可以加壓固定 遠看像人頭骨 在以前部落征戰的時候 有奇迪的作用喔 由於石板屋沒有任何黏著劑或是固定器固定 每兩年會由族人共同修繕 然後因為依山坡而建 所以常常會遇到就是 我家打開就是別人家的屋頂 在地的排水工法 沿著山坡把大石頭插在地板上 這樣子雨水下來的時候就會沿著這個石頭 下去 水就不會流到屋子裡面 聽說附落沒有窮人 有困難會彼此幫忙 有食物也會分享 今天剛好遇到一戶人家回石板屋 因為家裡有太陽能發電的冰箱 老實說他們就像部落的超商 沒有開酒就可以喝一下 一杯酒好羨慕喔 我們被招待了幾杯啤酒 喝了不會穿越時空 但望出去的山景 我更能體會鮮明選擇在這裡建造部落的理由了 我們回到老七家吊橋下玩水 這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時常假日來也遇不到什麼人 橋的兩邊都有路可以下到西邊 不過市區高底盤的車才好走 其他不建議 老七家吊橋下方西床寬闊 平時這裡都算平靜 除非遇到連續性的大雨才會危險 可以看到溪水附近草長得很長 停車的地方也有許多雜草 表示溪水的位置很久沒有改變了 今天天氣很好 我們可以放心的在這裡享受一下 這裡比較要注意的反而是下到西邊的路 雨後可能攤方 幾年前也遇過整個攤下來堵住的狀況 溪水位置每年都會有一點改變 兩年前有遇過深潭就在橋附近的 而這次比較可惜沒有深潭在橋附近 但也沒關係 淺淺的溪水適合玻妞跟小朋友玩 其中有幾處比較深的地方可以泡水消暑 讚的辣 自己在消毒喔 醬汁 完成了另外一次現在是 中心粉 中心粉 拌 蔬菜 拌 蝦仁 沙拉 以上 我們在那邊 跟我們在那邊 跟我們在那邊 有 有 關水了 這泳圈不會太小 哎唷 你在冰了吧 有在後面我剛下去不會冰欸 我真的不下去 太冷了吧 太冷了吧 這邊就是這樣子玩水就好了 對啊 應該在這裡 なんか這個隊說 你是って ち Wellness 你不能露出 你不能露出 我沒有露出 我沒有露出 你不露出 我沒有露出 我不是露出 我不是露出 我沒有慢動作,正常就好了 欸,為什麼你玩個水 就會好像韓國人一樣 啊,你要回家了嗎? 這樣比較快嗎? 你要去哪? 這條魚 這條魚好快喔 你也不行啦 好,抱歉吧 好,再見 下面一位 這感覺是綜藝節目 完美座位 喔,美腿 超滑 嘿,我們玩完水了 這裡的水呢,也是一種非常涼快的水 我們在這裡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簡單煮飯 然後玩水 然後發呆 隨便 拍照 就很開心 要廉價找到一個可以開到水邊 水又清 又沒有人的地方 真的蠻難的 居然沒有人 看這裡有多冷門 然後我希望以後可以來這邊夜營 會很不錯 夏天可能中午的車有點熱 但是因為水真的是太舒服了 泡下去一下就是 降溫馬上好不好 回家了 幫我一輪個慢動作 悶 好 溫馬上 不錯 好 未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